新名,本站飛羽網https://fearhistory.blogspot.com 自網路收集整理之書籍、文章、影音近公寓欄交流學習研究,其書籍、文章、影音、情節內容、評論屬其個人行為,與本網站無關。 版權歸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請在下在二十四小時內刪除,不得用作商業用途,如果你喜歡其作品,請支持訂閱購買,正版!謝謝! 50 《詩經》 的魅力 下 詩經,眾多以文風詩為主,反映孝道的作品不多。 但其中有一篇,論藝術感染力,論吸人們帶來的心靈震撼,論吹人類下的程度,在詩三百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就是詩經、小雅、六我。 全詩如下,瞭瞭者我,匪我依耗。愛愛父母,生我渠勞。 瞭瞭者我,匪我依惠。愛愛父母,生我勞稅。平之慶矣,為雷之恥。 先問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惡。無母何恥。出則咸恕,入則美智。 父是生我,母是谷我。苦我促我,長我欲我,顧我福我,出入福我。欲暴之德。浩天妄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文莫不谷,我毒何害。 南山烈烈烈,飄風發發。文莫不谷,我讀不卒。 瞭瞭,有一點特殊之處在於,雖然這首詩是孝子感念父母養育之恩,但該詩的立義主子,卻是控訴統治者的殘暴。 通過此詩來展現一個孝子濃濃的詩親之情,所以後世作著者多把此詩歸入奉此詩,比喻,無詩,就說,了我,似幽王也。故事的情節並不複雜,了我,講的是一個農家孩子被官府徵兵入午,不得不離開父母,去異地服役。 後來從家鄉傳來惡號,父母已經忙顧,士兵站在河邊,看著徐風搖蕩的路位,哭訴著對父母的思念,以及未能在義腦面前盡孝的自責。 這首詩行文流暢,感情真摯,感人廢虎,非大手筆不能出此。 了我,沒有用太多的情境鋪戰,就直接設入思念父母的正題。 前兩段重的哀哀父母,生我渠勞,生我勞稅。我們會聯想到一個場景,白髮蒼蒼的父母,腰彎背陀,在煙燻火鳥之間品嘗著生活的艱辛。 孩子長大後,會因各種原因抱怨父母。我們總認為向父母索取是天經地義的,但我們很容易忽略父母把我們一把屎一把鳥地拉扯大,是何等的不宜。有句話說得好,不養而不知父母因。 讓孩子成家立業生兒育女後,會更深刻地體諒父母的辛苦。 第三段事講對父母離世的切入骨髓的痛,先聞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接下來謹根一句,無父何惡。無母何恥。看著讓人心酸,父母都不在了,無依無靠的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意義。 經過前面的鋪戰,視人的感情愈來愈飽滿,情緒愈來愈激動,高潮即將到來。 第五段事:「了我,最精彩的段句,父是生我,母是谷我。苦我促我,長我欲我,顧我福我,出入福我。」 這一段並沒有用直白的感情書法,而是客觀描述是冰環在寶的時候,父母抱著他的場景,可謂自自心情,情感表達反而更加強烈。 如果換成白畫文,就是父親生下我,母親撫養我,你們愛我養我,撫養我長大,教我做人,出門抱我。 天下的父母之愛是相通的,不論古今中愛。 除了一些不幸的嬰兒,大多數人都被母親柔軟溫暖的身體抱過,能臭到母親身上那股深沉而薄大的母愛。 當時兵流著眼淚說完他對父母的思念之情時,突然情緒失控,仰天哭哭我想報答父母的大恩大德, 可他們現在在那裡,仰天可恨。 雖然後面還有兩段,但感情已經基本平復,算是吸這手感情飽滿真摯的孝親絲實現了軟著陸。 歷代詩評價對廖娥的評價極高,其中以稱晚期的詩評家方潤玉的評價最有代表性,方潤玉。 在《詩經原始》,卷十一宗,稱《鳥娥》是千古孝師絕作,盡人能識,甚至可以者摩雪。 六。 我,在歷代孝親絲中的地位,就相當於《三國演義》,在通俗小說中的地位,當得起開山鼻祖。 一向提倡孝道的孝子對此詩極為推崇,說於《鳥娥》,見孝子之詩仰也。 自此之後,《鳥娥》也成為孝子的別稱,後世許多詩人都在自己的詩篇中用到《鳥娥》一詞, 比喻在曹席的《五言詩》名篇《寧之篇》中就寫道《鳥娥》誰所興。念之令人老。 退詠南風詩。灑淚滿譜。唐人謀容在《少公母》中也飽含心情地歌頌《母愛的偉大》,傷心獨有黃唐下,幾度臨風詠《鳥娥》。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著名孝子故事集《二十四孝》中,也有了《鳥娥》孝子的一席之地, 就是著名的黃唐文雷一帽,排在《二十四孝》最後一位。 黃唐是魏俊仁,其父王兒是司馬超屬下司馬,因是被司馬超殺害。 黃唐痛恨司馬超,終生不慰盡神,在父親母前捉勞教書。 每天早晨和傍晚,黃唐都要吸父親掃墓,跪在母前痛哭流涕,淚水淹濕了母前的樹木,樹為之枯死。 後來母親病故,因爲母親懼怕雷聲,每次天空打雷,黃唐都來到母前對著天空大喊,有兒在此,雅母莫驚。 因爲司念父母過度,黃唐每次讀《詩經》、《小雅》、《鳥娥》、《哀哀父母》,生我渠爐的時候,總會情緒失控,失聲痛哭。 學生們擔心老師的身體,以後讀書時就把《鳥娥》、刪掉了,以免刺激到老師。 黃唐的《孝師》是天生的,並非刻意造作,以至於連性命都不要了。 西進末年,天下大亂,家族成員紛紛逃到江南避難,黃唐不忍拋棄父親母蛇,毫逃不去。 後來聯兵闖到墓前,黃唐動了逃跑的心思,但最後還是堅定地留了下來,誰為賊所害。 除了《鳥娥》、《詩經》,中環有一篇悲戀父母的孝親師,就是國豐、唐豐、與與《鳥娥》的結構形式大體相同, 都是孝子在邊疆復兵役,而且喜劇皆借物言治。 士兵看到天上非常得了,聯想到自己的父母在家無依無靠,類如雨下,悲憤地痛斥統治者的貪婪殘暴,父母何惡? 父母何食?父母何嘗? 情義真治,同樣感人之心,只不過與沒有過多地曝開講述孝子之詩,從藝術感染力上比了我,約了許多。 說完了,小雅,我們接著講《鳳》。 關於《鳳》與《雅》中,在歌頌形式上的區別,宋人鄭朝在《陸經》無論, 仲認為《鳳土之音》若《鳳》,而《雅》是朝廷音,《鳳》是中廟之音, 換言之,《鳳》是屬於民間的《鳳》的正式名稱其實時,國豐, 故名思義,國就是周朝分封的諸侯,按朱熙的解釋, 凡詩之所謂封者,多出於呂漢歌瑤之作,所謂男女尚與詠歌,各然其情者也。 此解釋和鄭朝是相近的。國豐,共分為十五個部分,即十五國之歌豐,為,周南、趙南、 背豐、衛豐、黃豐、正豐、齊豐、毅豐、同豐、秦豐、陳豐、豐、豐豐、奔豐,共160首詩。 還要講兩個問題,一是作為西周和春秋前期的重要國家,國豐,中為何沒有老豐和宋豐? 其實老國和宋國並非沒有作品入選,詩經,而是都奉在了、眾的部分類,老歌稱為老眾,宋歌稱為相眾。 至於原因,其實很簡單。宋國是雙恩子聖後裔,壽州朝禮代,可以用天子禮諾。 老國是州公雞彈之後,旺國遺說老國親則同性,尊則王朝,所以老國和宋國的地位較高,得以進入、仲、與、周仲、並列。 這就相當於司馬遷著,史記,把項羽放進了本紀,把孔子放進了。 世價,已顯示他們與眾不同的歷史地位。 第二個問題,國豐,為何沒有楚豐和進豐,而楚晉都是當時首屈一指的超級大過。 實際上,唐豐、宋時、進豐,因為進國的開國此早居宿於本來豐在唐國,後改名為進。 關於楚豐,實際上就是、周南和、趙南、二片、二南文學覆蓋的範圍大致在長江流域和汗水流域和楚國的統治區域基本重疊,近人胡適就堅持這個觀點。 二南在《詩經》,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排在各篇之首,我們再熟悉不過的,關追,就是周南第一篇。 國豐,的藝術價值,可以說是四師中最高的。 小雅,雖然盡可能地接了地氣,但畢竟是用時大夫的眼光往下看,有時難免帶有一絲清高,更注重於寫作技巧。 國豐,是文歌合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各方面生活形態,真實、順迫、質迫,沒有過於精細的飆脫,更注重原生態的釋放。 國豐,堪稱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大百科傳書,大致可以分為感情生活類,社會勞動類,諷刺官府類,歌頌英雄類。 感情生活類,這類在,國豐,中的比重最大,相關師張友,圖妖,女子出嫁,與墳,思念遠風的盡夫,女藥雞鳴,夫妻的和諧生活,野有死味,男女優惠,綠衣,悼念蒙妻,木瓜,戀人互贈禮物,苟童,戀人之間產生小矛盾,風雨,夫妻久別重逢,等等。 我們都知道,愛情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也為是著人類生存繁顯的重大使命,甚至有人說沒有愛情的詩篇是灰暗的。 打開這些情詩篇,撲面而來視的一股大有軟古質撲氣色的真實,雖然相隔兩千多年,依然感覺那麽的親切。 小雅,總有幾篇愛情詩,但從影響力上講,國豐,的愛情詩更勝一籌,有許多家喻互曉的名句。 關追,就不用多介紹了,小學生都能將口即來,關關追溝,在何之周。 下面講講幾首知名道不如,關追,但藝術魅力同樣精彩的愛情詩篇。 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加快,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反而入殘疏遠,特別是婚姻,七年之養,幾乎成了夫妻譚虎式變的名詞。 其實婚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婚姻的不自信,只要雙方相敬如賓,忠於對方,就不會出現什麽危機。 婚姻危機,往往都來自背叛。 說到夫妻和睦,我們會想到東看梁雄和妻子孟光舉案齊眉的故事,其實要說文學作品第一例反映夫妻生活和諧的,當屬,詩經,正峰,女藥雞鳴。 與其說,女藥雞鳴,是首詩,不如說她是一副動態的家庭生活組畫,語言生動,畫面感很強。 女藥雞鳴,悔聲悔色地描述了一對夫妻一天的幸福生活,恩愛禮敬,讓後人善嘆不易。 全詩如下,女藥,雞鳴。是藥,梅彈。子興是夜,明星有蘭。 張傲張牆,逆與顏。逆言家之,與子而之。 依然飲酒,與子皆老。琴室在遇,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習佩爾贈之。知子之順之,習佩爾文之。知子之好之,習佩爾報之。 詩的開頭其實是夫妻剛睡醒的一段有趣對話,看得丈夫還在夫夫大睡, 妻子搖醒了丈夫,然後只著窗外雪道,該起床了,雞刀打明了。 丈夫似乎還沒有睡醒,又著聲鬆的雙眼,反駁妻子,你胡說什麼呀? 不看得天上的啟明星燦爛嗎?再讓我睡一會兒。 妻子很可愛,她在床上做了一個射箭的動作,然後殺起嬌來,早點起來吧,一會我們到外面打幾隻野鴨子,改善一下火食。 看來丈夫已經答應了妻子的請求,妻子依會在丈夫懷女,用輕游的聲音告訴丈夫,等你把東西尾。 打來後,我下廚做菜,再給你準備一壺好酒。我願意和你共品美美,共用幸福人生。我彈琴。 你古室,歌唱美好的生活,就這樣我們一起牽著對方的手慢慢老去。 這對夫妻家境並非大富大貴,丈夫的職業應該是以打獵為生,生活品質並不高,但幸福與否,並不完全取決於物質財富,精神財富更重要。 我們可以想到這樣一副場景,丈夫哼著小曲,拿著野鴨回家,妻子輕輕撲打丈夫衣服上的灰塵,然後把東西尾拿到廚房,丈夫在旁邊打下手。 夫妻有說有笑,什麼叫幸福,這就是幸福。 說完,鄭鋒、雞鳴,再來說一下,齊鋒、雞鳴。 二者的結構基本相同,都是天光蒙蒙亮的時侯,夫妻在床上的對話。 但,女藥雞鳴,讓日著夫妻恩愛的幸福,齊鋒、雞鳴,重在諷刺貪吃好誰的丈夫,有狠強的視覺效果。 根據,巫師、雞鳴的解釋,這個好吃懶惰的家伙是齊哀功僵不臣,也有觀點認為此詩是諷刺齊相功僵諸而的。 雞鳴,和,女藥雞鳴,中的女主人公,都非常善良言為,天要亮了,妻子有責任催促丈夫起床,去忘形生。 所不同的是,女藥雞鳴,中的丈夫知道男人堅上的責任,懇信從地起床去打獵。 而,雞鳴,中的丈夫,不但不聽妻子的話,反而胡搞瞞前,和妻子打嘴仗,場面非常有趣。 還是妻子先推醒沉睡的丈夫,說,沒聽到雞再打明嗎?大臣們都來了,你該起床上潮了。 同樣遭到了丈夫的反駁,不過這位丈夫也許天生就是一個搞笑派,她的回答足以讓人噴煩,把妻子氣得差點背過氣去。 匪雞則名,蒼蠅之聲。你聽錯了,哪有什麼雞打明的聲音,明明是一群蒼蠅在雍雍亂叫。 丈夫容懶地回答完,然後翻過身去,又想繼續睡覺。 妻子有些不高興了,蒼蠅的叫聲怎麼能和雞鳴一樣,一定是丈夫不想起床。 她告訴丈夫天色已經大亮,結果丈夫又無離頭地回了一句,你看錯了,哪不是天亮,哪是月亮的餘光。 第三段是丈夫的反擊,她似乎不滿妻子對她的催促,反而想讓妻子再陪她多歲一會兒。 從非君君,金與子同夢。 丈夫說蒼蠅的翁翁聲非常悅異,可以起到催眠作用,夫妻二人同入好夢。 面對這個懶丈夫,妻子被徹底激怒了。 雖然詩中沒有動作描寫,但可以想像一下,妻子滿臉怒氣,一把掀開被子,或者乾脆一把丈夫踢下床。 然後妻子做河東師後葬,還睡過癡。 大臣們等不到你,都下潮回家了。 你再這樣懶惹,會招人罵的,不知內情的,還以為我是個狐狸猜,老娘可不想替你背這個黑鍋。 關於,雞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身份,歷來爭議很大。 有人認為這對夫妻不是國公與非,只是普通是人家庭, 還有觀點認為這對夫妻是一對偷情的野鴛樣。 其實這對夫妻是什麼身份並不重要,國軍也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也和普通人一樣,該懶的照樣懶,該懷的照樣懷。 詩經,能被歷代儒家奉為國學經典,不是沒有道理的。 詩經,不僅是一部品質優勝的文學作品,還是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百態的史料集,更重要的是托寬了華夏先民的文學創作思路,對後世的文學、美術、音樂、乃至政治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這才是詩經,留級後人最大的價值所在。 說到,詩經,對中國美術史的影響,就不得不提及一首極為著名的詩篇,就是特別受文藝青年。 最捧的,詩經,秦峰,兼家。兼家,是《詩經》中最富有少知情調的一首詩,異景之朦朧,視覺。 之豐富,感情之憂心,歷代詩中無出其幼者。 有觀點認為,兼家,是中國蒙龍師的秘祖,這種說法很有道理。 對於,兼家,的解讀,無視,認為這是諷刺秦相公贏開不用言人的,實在有些牽強。 西漢的道學先生們從來不用愛情的視覺來審讀,詩經,動節諷刺這個國主,諷刺那個夫人, 現代人看歷史的角度與古人士有所區別的,我們更願意從人性的角度來解讀歷史,對,兼家,同樣如此。 兼家,基本上被現代人看作一首讓人動情的愛情詩篇,其實這也不難理解。 這首詩的第一句就讓人攀然心動,讀者會不由自主地被帶入一幅動態的水墨或中,徐之悲,徐之喜。 兼家蒼蒼,白露為雙。所謂依人,在水一方。 翻譯過來,就是,一個初冬的清神,長滿盧偉的河邊,白露點點滴滴在盧偉的葉上,神風輕忽,盧偉搖蕩,河水輕輕地流淌。 有一個男人站在岸邊,透著河上泛起的輕薄霧氣,癡情。 地望著對岸,他似乎發現了一個長髮飄散,素衣輕盈的女子,飄在清澈的河水上,在霧氣朦朧之中,看不珍切。 這已經不是一首詩了,這是一位或者在孫子上盡情潑灑著墨香,幾不連下,碎成千古巨濟,讓人愛不適守。 近人王國維對這首詩推崇備字,他在,人間詞話,卷上,中說過,兼家,一篇,最得風人心志。 而,兼家,不下之美,當之無愧。不宋慈人暗樹那首著名的,碎戀花,作夜西風雕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崖路。 就是借用了,兼家,的意境,但按王國維的說法,碎戀花,意氣悲壯,不如,兼家,耍樂輕盈。 其實,要說異景語,兼家,最為相似的,並不是暗樹的,碎戀花,而是三國第一才子曹席那篇感動千古的,樂神父。 樂神父,之所以能打動人,大致有兩點,一是曹席對因樂割寫不下的感情,二是腹中朦朧的情景描寫,獨之彷佛置身於仙境中。 河水中升騰的武器,影襯著一位美麗女人的憂傷,打濕了詩人的心非,也感動了讀者。 雖然,兼家,是師,樂神父,是父,但異者的精神內核是相同的,充滿了磅磅磅磅磅,而且主場景都發生在河邊。 從曹席悲劇性的人生來推測,兼家,的詩人也應該是一位屈屈不得志的士大夫,只能寫詩以歌詞。 《國家不幸》施家幸,說到滄桑巨變功,他們個人的不幸,恰恰成就了後世獨者們的幸運。 《國家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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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